这国民党怎么抗战呢 大家看咱们给国民党多少页 一共就这大半页 第四个大问题呢 在39页 教材39页上 你看咱给中共多少页 咱们中共咱好像给了五页半 你看咱们这个 给的 好 这个台湾版教材给 咱们才给了 人自己造了22页 这个就是政治嘛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下面大家看第三个问题 国民党 一看到 大家看那个 一看到正面战场 我上几个课讲过 看到正面战场 看到这个正规战 看到这个片面抗战路线 特制国民党 我们现在看国民党 抗战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是防御阶段 防御阶段 时间呢 咱们上次课说过 画个图了 37年到38年10月 38年10月呢 就是广州武汉失守 那么抗战 它叫防御阶段 那么再往后 38年10月份后 就相似阶段 在这个阶段呢 主力是国民党 这里跟你写得很清楚 主力是国民党 他呢 担负了主要 进攻任务 因为他400多万 咱这个时候 只有3万作战部队 所以咱们肯定是辅助的 那么大家看 国民党连续组织了4次大的会战 这个大家把会战圈上 这个咱们考过多选 它说组织了哪些会战 那么目前来看呢 再考这种提的可能性不大 这里呢 我给大家区分一下 大家这个也记一下 会战 会战的规模非常大 一场会战呢 包括几百次战役 那么还有一个呢 叫抗战 抗战 这个抗战呢 这个大家知道 抗战一定记住 是一般咱们指的抗战 都是1937年之前 37年之前 这个呢 很明显是37年之后 之后 这个是要求大家注意 就是会战呢 它是37年之后 会战规模非常大 有很多场战役 组成一场会战 所以这个是要求大家注意 那么抗战呢 这里一看抗战 大家应该很小心 尤其指的是 长江以北的抗战 那都是37年之前的 那么还有一个 大家稍稍注意一下 就是东北抗联 看到东北 抗联 东北抗联也在37年之前 所以你看到这几个词 什么长城抗战 一看到长城在 长江以北 那一定是37年之前的 这个是要求大家 咱们做选择题 一定要非常小心的地方 咱们书上没讲 但咱们势体肯定出 这个抗战呢 不是不是抗战争 抗战 它前面还有词 长城抗战 洗风口抗战 随远抗战 类似这样的 可以了 那么你比如说 松户会战 它前面也有词 松户会战 一看到会战 3000年之后的 而且这个会战 一般都发生在防御阶段 这个是要求大家注意的 可以了 咱们中共参加哪一场呢 咱们中共参加是这一场 咱们中共最后来到了三北 来到了三北 三北大家都知道 在延安山的辖区 咱们中共来到三北 三北离最近的一场抗战 就这个 咱们在第二战区 一般有抗战 咱们不是绝对的 一般说什么什么抗战 从咱们尸体的角度来看 都是37年之前 这个要求大家注意 一会咱们做题 你能感觉出来 延安不是在西北吗 所以这几场呢 新口呢 是太原会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叫新口会战 因为太原会战呢 最大的那场会战 就是新口会战 所以太原不是延安山馆的地方 可以了 好 大家看 接着我们往下看 但是国民党正面战场 只取得了台儿章大节 记住台儿章大节是国民党的 只取得这场小战役 战役就非常小 一个会战 但包括很多这个战役 其他的都失败了 那么失败原因 我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 失败原因客观原因 肯定的是低运力量过于强大 它这不显得吗 由于低运力量对日本占有很多优势 日军占有很多优势 这个它不会出题 主观原因这个注意单选实体 单选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单选 单选 主观原因它战略制导方针出问题了 战略制导方针就是这个 它执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 就是只靠军队和政府不发动群众 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不发动群众 就要片面抗战路线 可以了 好 那么大家看看这一页 首先防御阶段 国民党是这么打的 组织了一系列会战 有四次比较大的 那么多数都失败了 客观原因是敌人力量 日军过于强大 跟它打的敌人就是日军 主观原因就是战略制导方针 执行的是片面抗战路线 其他的就不需要记忆了 好 这一页截屏 这一页截屏 好 那么大家注意这场战争 抗战争是一场全民族 全民族那就是很明显 这个是三七年以后了 在华北最激烈的一场战役 也是国共两党合作 国共两党合作 来同学选一个 咱们选 我看咱们同学已经选出来了 一看这个会战 我告诉大家 这个台儿庄战役 台儿庄战役是肯定规模不够大 规模不够大 它是徐州会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长城抗战 很明显三七年之前的 这个平均会战 是解放战争 这个压根就不是这个阶段的 那么答案是A 答案是A 可以了 所以在这里呢 国共两党 你别忘了咱们长城是到达 主力部队到达西北 这里离西北最近的就是新口 其他几个地方都离西北远 可以了 下面大家看防御阶段咱们说完了 一看到这边战场指的国民党 相识阶段怎么打的 38年10月份以后武汉广州失守 抗战进入了相识阶段 那么大家看 日本人对国民党采取了政治右相为主 军事打击为父 来同学告诉我 防御阶段 37年7月到38年10月 防御阶段 国民党是谁为主 他喊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 一定是军事为主 军事打击为主 而这个时候 他改成了军事打击为父 也就是说 国民党突然发现了 好像没有生存威胁了 因为他要灭亡中国 咱们扛住了三个多月 这已经扛住一年零三个月了 所以国民党呢 看到日本人态度变化了 他没有生存威胁了 国民党立刻 他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 大家注意这几个字 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 也发生了变化 怎么变呢 注意多选 多选 怎么变呢 对内什么政策 对外什么政策 大家看 对内什么政策 对外什么政策 这个讲的都是国民党的 对内 我们把这个词圈上 五届五中全会 国民党第二个要求注意的会议 第一个呢 是五届三中全会 两党初步合作 五届五中全会 成立防共委员会 确立了容共防共 县共反共的方针 说白了就是积极反共 积极反共 那么在这里呢 要求大家稍稍注意一下 就是五届五中全会 看到五届五中全会就记住 他开始反共了 但是这里我提醒到 八年呢 因为日本他来 即便这样 他也不是说就想放过中国人 他也是想灭亡中国人 只不过来点阴的 那么这是大家注意的 所以就说在这里 国民党在这个时期 别忘了八年和中共 一直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中 八年一直在统一战 尽管两党有矛盾 一定记住 两党是婚姻存续期间 没离婚 这个一定记住 就是他俩矛盾再大 天天吵架 但是两党一定记住没离婚 可以了 好 那么大家看 对内呢 它是成立一个防共委员会 这个词呢 一般会出现在多选题的选项当中 对外呢 由片面抗战转为消极抗战 来同学告诉我 片面抗战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积极的 由片面抗战转为消极抗战 就是由积极抗战转为消极抗战 可以了 这几个词 好 那么这一页呢 就记这些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国民党 防御阶段 国民党的怎么打的 注意他失败的主观因 执行了片面抗战路线 那么相知阶段 日本人态度变了 怎么变呢 他变完国民党 对内对外政策怎么变呢 日本这个态度一般不会出题 那么最关键是国民党这个态度 荣誉对内对外政策 注意多选就可以了 好了 下面大家看 注意截屏啊 我不提醒大家了 注意截屏 好了 咱们看下一页 国民党就这些 下面大家看中共 中流砥柱就是主力的意思 大家看到这个词应该有这个概念 中流砥柱就是主力的意思 好 大家看 他用了一个成为 就是这个小弟弟有个长大的过程 有个长大的过程 那么在这里呢 中共成为中流砥柱 他一共干了九件事 他才成为了中流砥柱 我们下面看一下 一个个讲 第一个 制定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次女战的方针 那么他括弧一讲的是全面抗战路线 我前面讲过一个片面抗战路线 他那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来同学告诉我 他的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片面抗战路线 那个同学说对了 依不依靠群众 发不发动群众 好 首先大家看 我给大家在前面说过 在哪开会就叫什么会议 在洛川开会就叫洛川会议 所以大家在旁边写上洛川会议 洛川会议呢 最关键的提出了这个词 大家看一眼 这个词 全面抗战路线 也叫人民战争路线 就是他主要依靠群众 因为咱们中共的军队很小 军队很少 你只能发动群众 那么在这里呢 他干了两件事 第一件呢 制定一个全面 抗日军国十大纲领 第二个呢 要达到日本 关键在于全面的全民族抗战 这个词就是全面抗战路线的 就是全面抗战路线 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那么在这里呢 所以注意单选 单选直接问你 全面抗战路线 或叫人民战争路线提出 是在哪个大会 要注意 这是一道单选 注意这个单选 然后洛川会议啊 它有两个内容 一个是提出了 第二个是 这个是全面全民族抗战 全面抗战路线 第一个呢 还提出一个 抗日军国十大纲领 所以洛川会议的内容 有两条 一个呢就是 抗日军国十大纲领 另一个呢 就是提出全面的 全面抗战路线 全面的全民族抗战 就叫全面抗战路线 可以了 其他的就简单看看就可以了 其他的注意一下 多选 维持 就是说我执行 中共执行全面抗战路线 它的措施 我们要实行 来同学看看 全国军事总动员 一看到全国 那一定是抗战 全民族的军事总动员 要改革政治机构 要统一 实现领导权 进行3D游击战 继续走这条路 这个呢是 我们 执行 坚持 全民族抗战路线的 多选事题 它的措施 这个为此 就是措施的意思 措施 我答两个字 就是 我们要想实行 全民族抗战路线 它的措施 这块呢 应对一下多选 应对一下多选 可考度不是很高 这里最关键的 应该知道 洛川会议提出了 全民族抗战路线 这是最关键的一个词 维持这两字 就是措施的意思 可以了 好 把这一页截屏 我们干的 第一件事是 全民族抗战路线 好 我翻页了 那么 下面大家看 持久战的战略方针 注意 它是拨持那两个论调 现在 考过了 这道题呢 是上个世纪考的 90年代 那么为了驳斥 亡国论 速胜论 我说一下 亡国论呢 就是咱们 国民党军队 不是打了 防御决断打了 从37年7月 打到38年10月 打了一年零三个月 争亡了将近一半 200万 所以所有士兵 从前线下来 都在观点 我们是真打了 真打不过 我们中国要亡国了 那么 另一个呢 叫速胜论 国民党 上层人物的观点 说如果我们能把 英国和美国这些国家 载入对日本的战争 我们三个国家一起打 或四个国家一起打 抗战能迅速胜利 老毛就认为 我们不可能亡国 我们也不可能 迅速胜利 所以老毛写了一篇文章 论持久战 抗战爆发 十个月的时候 三八年五月份到六月份期间写的 那么这篇文章呢 大家稍稍注意啊 博持的论调 咱们考过了 从考完以后 二多年没重复 因为这是非重点考点 那么下面要求大家 重点关注的是 论持久战的内容 它一共三个内容 来大家跟着我看 第一个内容 他认为这场战争 是持久战 因为日本强大 中国弱小 那么弱小的要打败强大 需要时间 这是第一个内容 所以这场中日战争 是一场持久战 来同学告诉我 持久战 驳斥哪个论调 持久战 驳斥的是速胜论 老毛当时预测 是八到四年战胜 结果大家都认为 老毛疯了 因为中国正规军 国民党的国防军 战死二百万 一年零三个月 战死一半 所以呢 老毛说 抗战最后 大约八到十年 持久战 那么第二个观点 大家看 在这呢 最后这场战争 这篇文章 最关键的一个词 就这个词 这个词呢 也是所有人认为 老毛疯的一个原因 你说你打了一年零三个月 你部队就战死一半 国防军战死一半 那非常大的一个事件 结果最后 他又说八到十年 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所以这篇文章 最关键的一个词 就是这个词 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老毛预计是八到十年 这个持久 他给预测出来 那么当时很多人 都认为老毛疯了 斯大林看完老毛这篇 小册子 就认为老毛精神不正常 罗斯福看完也这观点 那蒋介石看完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我打他不打 他在那说风两话了 我都战死一半的 我怎么看不到胜利 那不是一个至上 不是一个至上 那么第三个观点 这篇文章第三个观点 大家画下来 多选试题 第三个观点 科学预测了战争的进程 他认为抗战应该分为 防御 相持 反攻 这里我提醒大家 这是理论上 现实当中没有反攻 反攻叫局部 咱不是全局的 所以咱们抗战只有两个阶段 一个防御 一个相持 老毛预测还是比较准确 老毛预测还是比较准确 那么哪个阶段最为关键 这个要注意单选尸体 相持阶段 老毛说是非常长的一个阶段 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阶段 后来咱们看一下 老毛的观点是没错的 好 这个呢 注意一下 论持久战 只要看到这个词出现 我们应该想到 他驳斥这两个论调 他的内容有三个 一个是持久战 一个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另一个科学预测的战争进程 分为三个阶段 最关键是哪个阶段 单选 可以了 好 这一页呢就注意多选 一个单选就可以了 这个多选的概率要大 我提醒大家多选的概率要大 好了 截屏 为了成为中流砥柱 我们干的第二点事 开辟的敌后战场 进行了游击战 这个是日本人 我画个图 这是日本人 他往前进攻 这是国民党 咱们中共原来是得这个 在他前面 后来咱们看赚不到便宜 国民党不高兴 因为日本人占的地方越多 国民党地盘越小 你在他小的地盘上 再分一点地盘 因为你有军队 必须地占地盘 所以国民党不干 后来咱们就毛泽东 干出一件让国民党 非常上火的事 我上敌人那去抢去 所以咱们就进入了敌后 那么很明显 咱们不是在内 这叫内线 他俩打叫内线 咱们不是在内线配合 咱跑到他后面上 所以当时老毛制定上 跑到敌人后面我去抢 你的地方 我进来你不愿意 我跑到日本后面去抢 你管不着 所以这一点老毛 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咱们所有搞军事人 都不太同意 蒋介石也认为老毛疯了 但老毛最后成功了 你的地方 你叫日本人占了 那就不论你的地方 我去抢过来 那算我的 所以老毛就这一点 还是非常厉害 那么在这里呢 敌后战场的开辟 就是我们跑到日本后面去了 偶尔来搞一下破坏 偶尔来破踢一脚 咱们主要干这个活 那么大家在这里呢 注意到单选事题 这个单选事题 比较重要一些 那么大家看 平行关大截 是全民族抗战以来 一看到全民族抗战哪年 看到全民族抗战 就37年 卢国桥事变 以后 那么中国军队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它是37年9月份 刚才不还有个 台儿庄战役吗 台儿庄战役那是 38年 38年以后的事 所以第一个重大胜利 单选事题 平行关 咱消灭日本800多人 消灭日军800多人 这是咱们中共比较大的战役 咱们抗战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不是咱们电视剧演的 咱们抗战 一共咱们中共消灭了52.5万人 日军 打了多少次战役呢 打了12.5万次之一 我们消灭这些人 你帮我算一算 一场战役平均多少人 52.5万日军 打了12.5万次战役 那万咱们拿掉 一场战役 咱们平均干掉四个半 所以不是咱们那个电视剧演的 刀劈日本兵 那是导演疯了 那是他精神有问题 这个咱们大学课本都有 你们回去查 我指的是 注意这讲的是日军 那不包括伪军 这是咱们所说这个 可以了 那么抗战最后就形成一个 大家看这个不要求记 这个形成一个正面战场 形成一个敌后战场 正面战场 你只要看到了国民党的 敌后战场 一看到中共的 共同抗击日本的战略走势 可以了 好这里呢注意到单选就可以了 下面我翻译了 这个注意到多选 它是个核心考点 尽管在一二年多选二十八题考过 但这道题呢还是个重要考点 游击弹战略地位 我们主要注意这几句话就可以了 在防御阶段 来同学看看 敌后游击弹起了什么作用 把这个词记住 辅助的 起了关键性作用 这里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辅助的 他还说叫关键性作用 这个关键性作用 这是表扬咱们自己的 表扬咱们自己的 你什么叫关键性作用 你比如说 严一山的部队和日本正在那正面对 正面四杀的 咱们干的什么活呢 你比如说日本人 飞机每天炸死 严一山没有 咱们国民党没有空军 空军非常差 严一山更不可能有空军了 所以日本每天来炸死他 多少呢 一个团一千多人 那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么咱们中国共产党呢 不是配合国民党打仗 咱们干什么呢 咱就看日本的飞机从哪走的 咱就一路用布梁去跟上了 咱后面发现在扬明浦 二次架军机 一百多个日本兵 有一个机场 咱就把日本飞机都炸了 这就叫关键性的作用 就关键性的一角 咱不是在正规战场上拼 咱这点部队拼不起 所以咱们就搞点这个 或者炸他一个军火库 或者他的运输车队咱给弄了 这叫关键性作用 关键性作用没有决定性作用大 那战场上拼他出来 那叫决定性作用 好 来同学告诉我 防御阶段游击弹是辅助的 关键性作用能不能记住 那么箱子阶段 大家看箱子阶段 是主要作战方式 什么意思啊 主要作战方式 写两个字 就是阻力的意思 游击弹起了决定性作用 国民党把部队 三八年十月份抽走了以后 中共就被迫成为中流砥柱 那么慢慢越打 人越打越多 最后打成三百多万 中共的部队 那么他就成为抗击日本的阻力 起了决定性作用 那么尽管我没有反攻 来同学 这句话也要求记 好 我们还为反攻准备了条件 那么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注意多选 我再说一遍 防御阶段 我们是辅助的 国民党是主力嘛 你不可以写的嘛 国民党正规战是主力 主力嘛 主要的嘛 中共是辅助的 关键性作用 箱子阶段呢 中共是主力 起了决定性作用 还为反攻准备了条件 你回去把这五句话 捣鼓明白就行了 捣鼓明白 多说两遍 可以了 就注意到多选 好了 咱们那个游击站 我提醒大家 这游击站呢 大家你看这个图 这是日本人 我们中共就在后面 偶尔去踢这么一脚 踢这一脚呢 咱们叫进攻 因为你看那个个头大小就知道了 他踢完马上就得跑 所以咱们既有进攻 也有防御 咱更多的时候在防御 咱们是积极防御 积极防御就是一边防 一边偶尔调准机会踢一脚 那叫消极防御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味的被动挨打 可以了 好 这是多选试题 自己截屏 可以了 这道题呢 当年是比较难的一道题 2012年多选28题 游击站 是个战术问题 但是抗战却把它放在战略上 战略上就是全局的 战术问题就没场战役 是因为他为什么把它放在战略上 A 主要是在外线单独作战 而不是在内线配合正规军 告诉我对还错 这个是对的 第二个是抗战争 来同学告诉我抗战争 当年这个抗战争 主要是指37 1937 你看到这个词 选项到1945 它都是阻力吗 来同学告诉我 第二个选项选不选 很多同学犯错误就放在这 你只要看到题杆上 或选项上有时间 你给我写出来 它是八年的主要作战方式 错的 第一个阶段谁是主力 国民党 咱是第二个阶段主力 所以这里错就错在这 你后面都不要看了 这个时间他错了 第三个是大规模的 不是小规模的 这是对的 咱们整个在华北 华中 只要有中共的地方 那都是大规模的 尽管我们的力量不大 天天踢他 但是你架不住的规模大 就像我说的八铁路 金光铁路 从北京一直刮到广州 那同浦铁路也是 所以这个是对的 所以是对的 第四个 来同学告诉我 咱们那点力量 广市进攻站吗 没有防御吗 咱们更多次的防御 也在进攻 所以这个是错的 这里呢要求大家 如果这个能干对 这个必能判断出来是错的 咱们的课 前面的课就没白听 记住啊 咱兵力少 光进攻 日本武器强 所以在这里呢 在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所以第二个 它是抗战的主力 这个话是不能这么说的 国共两党 国民党前期起了作用 第二个 中共后期起了作用 所以你不能这么说 说抗战中共都是主力 你别忘了 是因为它 它是什么 游击战 游击战特指中共 我已经跟你说过 你看到中共 因为提供它缺德 有的时候它出现游击战 或全面抗战路线 你应该展个心眼 看到全面抗战路线 全面看到游击战 看到这个 这些词是特指谁啊 特指中共啊 所以在这里 大家应该注意一下它 可以了 这个游击战没有别人会打 只有中共会打 那国民党跟中共学了一年 没学明白 全军 全部战死了 可以了 好了 这道题的答案就是 第一个和第三个 A和C 可以了 C我不告诉大家吗 它人数 刚开始不多 但是它是大范围的 你今天你这个先进行 那个它是大规模的进行 不是小规模的 这话是对的 而且你能判断出 这两个是错的 你这两个错 从战略上多选题 那第一个 那这个肯定是对的 可以了 那第一 我不告诉大家吗 咱们人少 既有进攻 也有防守 更多的时候在防守 这个抗战时期 你就告你了 是37年到45年 这个逼我不再解释 我都解释三遍了 我再说一遍 日本人这么大 来同学你看这个图 第四个 中共这么小 他踢不踢他 偶尔去踢一脚 他更多都在藏着 隐藏着 更多都在隐藏着 在这里可以了 好了 这道题 咱们就结束了 我们为了成为中立底柱 干的第三件事呢 就是坚持抗战 团结进步 这个词得记 得记 他有可能成为 多选的一个选项 那么来同学 你看看啊 我给大家画个图 这个图你也画下来 这个 在这个统一战线内部 国民党这么大 相当于一个家庭丈夫 中共呢这么大 只有他俩有军队 相当于家庭的妻子 还包括呢 他代表大地主 他代表工人积极 还包括农民 小子弹阶级 民族子弹阶级 但是以他俩比较大 以他俩合作为基础 但是在这个家庭当中 大家发现 他俩个最大 一个丈夫一个妻子 但是这个丈夫啊 他就发现这个妻子 急不安分 他老变大 他老变大 所以呢 他发现他变大 他就打退回 他发现他变大 他就打退回 联系打了两次 后来呢 他老毛 中共不是老毛说了算吗 毛泽东就发现 你不应该打我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当时 美国 苏联 提供的所有援助 都给了他 因为当时日本 对苏联构成威胁 苏联想集中打这个西线 打德国 但是日本一直战了东三省 一直对着他进行了这种威胁 他非常害怕 那么所以美苏把武器都给了他 你像咱们打起来 美国主要托出日本的空军和海军 中国主要托出日本的陆军 所以美国能给你武器 给你钱 但是给了你武器 他不是让你来打中共的 老毛后来意识到这一点 所以当第三次他刚想打中共的时候 老毛把电报直接就拍给了罗斯福 拍给了斯大林 告他 明确告他 他要打我 明确告他 他要打我 结果 罗斯福非常气愤 你拿着我给你美国人的钱 我给你 你去打内讧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所以第三次 没打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罗斯福警告过蒋介石 如果你敢动手的话 你要搞内讧的话 下个月的越共 所有的援助都断了 蒋介石在抗战的时候 三分之一的援助来自于美国 这是他绝对不敢干的 所以那么 在这里你看这个图 一个家庭夫妻俩带着三个小孩 一共五个人嘛 咱们中国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从这以后 中共和国民党再没打起来了 那么对中共这个弱小的妻子来说 我这个例子不一定恰当 中共这个妻子来说 她离婚美苏不让 苏联控制了中共 她不允许 但是她还随时的担心被国民党给拍死 所以为了解决这个矛盾 咱们就出台了一系列的路线 风筝 政策 原则 我们先看第一个 先看原则 原则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 原则是坚定性的 是不能动的 那是底线 那叫原则 天天和丈夫和妻子 针锋相对 寸不不让 那是不可能的 那你早上结婚 晚上就离了 我问大家 在这八年 咱们能不能提出这个推翻国民党政权 就是我要换个丈夫 能行吗 所以像这样的话 在抗战八年 是中共是绝对不敢提的 因为你弱小 那么大的方向是抗日 别忘了 抗日这个小孩太重要了 可以了 好 我们先说原则 独立制度原则 为此 我已经说过了 为此就是它的措施 最多选 最多选 我们在这个统一战线 这个就是讲统一战线内部的事 措施一共三条 为了做到独立自主 首先我们要保持 思想上政治上 组织上的独立性 这道多选呢 比较重要 是咱们一个核心考点 要求大家小心 这么大一段从来没考过 要求大家小心 多选 好 那么大家看 保持独立性 放手发动群众 壮大人民力量 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拼命发展部队的意思 那人民力量靠什么 那不就是部队吗 就是我们保持思想上 政治上的独立性 什么意思呢 就国民党在抗战的时候 它比较大 咱们要发展军队 它不愿意 你发展多了 将来日本人走了 咱俩怎么办 所以呢 咱们发展军队 拼命发展军队 放手发动群众 壮大人民力量 这是发展军队的意思 可以了 下面大家看 这个 你那页数还没找到呢 你怎么写的嘛 你得多笨呢 对吧 第二个 发展完军队以后 必须坚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你不能让国民党 指挥你的军队 你让国民党 蒋介石指挥军队 我敢保证 三天都操不过就没了 去洗风口内阁 去军队赌赌 然后娘子官队 活口赌赌 我估计都用不上上武汉 都没了 所以在这里 大家注意一下 第一个 保持实际上 政治上的主力性 放手发动群众 壮大人民力量 第二个 坚持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这句话呢 最大的就是这句话 你别看后面还有几句话 最关键是这句话 冲破他的束缚 就是你发展完部队 你不能跟他说 二一个你不对 不能让他领导 第三个 对国民党又团结又斗争 来同学告诉我 团结就是建立统一战线 不能离婚 斗争呢 他俩还有矛盾 来同学告诉我 斗争重要还是团结重要 团结统一战线 为了抗日 所以斗争和团结 你独立嘛 他就讲的是 讲求咱们独立性 这不后面告诉你吗 以斗争求团结嘛 团结是目的 斗争是手段 可以了 独立自主原则 他的措施 维持要做到独立自主 有三条 回去把他 这个得记忆 这个得记忆 你理解了 先记忆 第一个我们要保持独立性 拼命发展军队 第二个要坚持军队的绝对领导 第三个和国民党得玩心眼 联合是团结 联合是一个意思 是大方向 但是矛盾还得斗争 那么下面大家看这一段 注意个单选事题 我们倒过来看 倒过来看 把抗战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是什么 力争抗战的领导权 单选事题 这是答案 力争抗战的领导权 抗战引向胜利的中心一环 他的答案就是力争 力争领导权 也可以选这个 坚持独立自主 因为独立自主的十字 就是它 这两个你看哪个出现 这个要注意单选 那么这个措施呢 咱们注意多选 这一页呢 多选的概率 比单选的概率要大 从咱们今年来看 可以了 可以了 好 截图 多选是独立自主原则 它的措施 为此不就是措施的意思吗 你注意跟上了 这个咱们都讲过两遍了 好了 哎呀我这个会话从来就没画名过白文 你可别召召我了 那么大家看 统一战线当中 第二个呢 就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 你坚持这个 别记后面了 他俩是一对啊 坚持抗战不就反对妥协吗 坚持团结不就反对分裂吗 坚持进步不就反对倒退 所以你就记这个词就行了 其他就不要看了 其他就不要看了 就注意这个标题 记住这句话 它会成为多选的一个选项 好 下面 来同学看看这个 这个是一道多选事体 巩固刚才咱们说的是原则 这块说的是策略 策略那么一定要灵活 那么大家首先找到 抗论民主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 巩固抗论民主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 大家把这八个 这十八个字画下来 考单选也好 考多选也好 反正这十八个字你得回 原则是独立自主 策略呢是发展进步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 孤立顽固顽固势力 这句话呢 他考多选你得回选 这里主要是三个势力 进步势力 中间势力 顽固势力 所以策略总方针 有时候考单选也行 有时候考多选 多选把这三句话给你拆开吧 可以了 这叫策略总方针 策略是灵活性的 对这种顽固势力 我们得灵活一点 对中间势力 我们怎么办 争取 对进步势力 进步势力指的就是工农 指的就是工农 工农 也就是说我可以用另一个词 劳动者 劳动者 工人 农民 城市小自大阶级 这是最穷的 倒数第二穷的 中产阶级 在城市的 这是前三个人 工农 可以了 这个进步势力 也要注意多选 进步势力 注意多选 中间势力 提醒大家 咱们考过了 也考过将近20年了 因为它是非重点靠点 没得重复 主要包括这三个 民族战机机 这是咱们所说的第四个人 这两个呢 都和他是一伙的 开明声势 地方实力派 当年咱们很多同学 都没选地方实力派 这个呢 咱们在这里就不要准备了 中间势力不要准备了 但是后面这个要求大家注意 争取中间势力 我们需要的什么条件 需要什么条件 这个注意多选 多选实体 那中间势力 我跟大家说 它是左右摇摆 跟你也行 跟国民党也行 就跟中共也行 跟国民党也行 那你得去争取它 那么大家看 需要什么条件 这个注意多选 这个呢 我再说一遍 中间势力包括哪些 这个咱们不需要注意了 前面这个咱们不需要注意了 但是争取中间势力 这个条件要求 第一个我们要充足的力量 你得让他看到希望 第二个尊重他们的利益 第三个 同顽固派做坚决斗争 可以了 顽固势力 指的是最后一个人 大地主 大自弹的抗日派 正常来讲 大地主 大自弹的指的是蒋介石 但是 指的是国民党 指的是国民党那一伙 而且呢 指的是国民党那种抗日派 那么这里我提醒大家 国民党抗战的时候 我给大家打几个字 国民党抗战的时候 分为两部分 第一个是抗战的 第二个呢 是亲日派 抗日派人比较多 蒋介石的这一点 咱们得表扬他两句 蒋介石在日本军校流过血 但他绝不亲日 他从建立政权以后 一直亲英美 他一直是和英国 一直是亲英美的 这个呢是亲日派呢 是谁呢 汪精卫 汉奸 还有何英卿啊 这些人 那么在这里呢 这个大家清楚 所以咱们指的这个 顽固势力指的并不是全是国民党 是国民党中最好的这一部分 抗日这一部分 那么大家看 代表蒋介石集团 亲英美集团 这个大家稍稍注意一下 抗日派 就顽固势力一定知道 看到顽固势力 抬头 咱们注意一下 看到顽固势力 首先想到国民党 国民党当中 抗日那伙人 主要是蒋介石为代表 亲英美派 那么我们对这些人呢 采取的是 有利有利有劫 就是你跟我们搞摩擦的时候 我得 只能是你打我 不能是我去进攻他 这叫有利 有利呢就是 我一定要胜利 我打你打我的 五次 我反击一次 我一定要胜利 有劫呢 是可儿子 毕竟呢 毕竟呢 提醒大家 毕竟抗战八年 两党没离婚 一定记住这个词 都在一个家里 都在一个棚圈当中 可以了 好 至于截屏 这里呢 我提醒大家 像这些呢 它随时都可以 把它整合成一道题 你别说 坚持抗战团结 这样的方针对不对 这是对的 我们巩固抗战 特略总方针是这个 它可以给你做成一道选择题 咱们在后面视频中 我们能看到 好 这是这个 来我们做一下这道题 2010年多选28题 晚南事变就是国民党打了咱们一回 打了咱们一回 那么打完以后 我们这个就开始喊冤了 那么我们的党呢 没有说因为他打他们 咱们就不合作了 因为抗日是个大的局面 所以呢 我们就出来了一系列的方针原则策略 来同学看看这些方针原则策略 告诉我哪个肯定错了 我看这个同学啊 这个大家都没有选谁 这是对点 两党不可能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这是肯定是错的 就像你夫妻俩 你不能说针锋相对寸不让 你也不让他天天喊到我换丈夫 我要离婚 对吧 八年一定记住没离婚 这是个大的 我用这个比喻句 不一定很恰当 但是它说明问题 一旦我们在试题 他出的比较活 他不全让出 四个选项 他不一定全出这个书上的 但是不论他怎么出 道理是一样的 这道题的答案 这个是对的 这三个都是对的 又联合又斗争 就是又团结又斗争 联合就是团结的意思 这就是独立自主 有利有利有劫 这也是对的 一二四 那个同学说对了 一二四 那个发展进步势力 争计中间势力 这都是原则方针策略 可以了 好 这是这道题 咱们这道题 只要能判断谁是错的 基本上答案就出来了 可以了 下面大家看 为了成为中流地主 我们搞了一下家的建设 根据地嘛 就是咱们的家 这里呢 去年的这块 出了一道多选实体 所以今年这块 咱们要弱一些 去年咱们出了一道多选实体 把第四个问题 抗日根据地 所有的问题都放在一起 咱们处理到底 所以今年呢 这个这块弱一些 首先我们看 先看政权建设 我们实行三三次原则 这个呢 咱们曾经考过 三三次原则 考完以后 也有二三十年没出来 因为它是个非重点考点 那么大家看 有哪三部分组成呢 第一个共产党员 第二个 左派进步分子 第三个 中间派 就让我们政权当中 正常来讲 政权都应该是 共产党员来重担 但是呢 这个时期 我们给这个 中间派 中间派 就民主特兰阶级这群人 也给进步分子 进步分子 主要是倾向于 咱们中共这群人 共产党员就是 咱们组织上的人了 可以了 三三次民主政权 这个考过了 那么下面 大家稍稍注意一下这一块 稍稍注意一下这一段话 三三次原则 是什么性质的 是什么样的政权 大家把这几个词 什么样的政权 这个注意一下多选 这个注意一下多选 这个没考过 所以很多图片 很多图片说 那三次原则 有没有可能再出 这种可能性极低 咱们凡是出过的 很难再出现这种实体 很难再出现这种实体 那么三次原则 是什么性质 这个没考过 所以后半部分 我要画数线这一块 往后这个要求大家注意 它是共产党的 抗认民主统一 战线性质的政权 一切赞成抗认 又赞成民主的政权 又几个联合 反对汉奸的政权 这几句话 注意多选 咱们这块多选题呢 选满的时候少 也有 每年都有 三个选项呢 偶尔有一个是全选的 多数都是不全选 可以了 注意画一下这个 接下评 好了 这是为了成为中流底柱 我们干的第四点事 捡住捡息 咱们讲过了 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 在这个时期 咱们中共比较困难 发展供给 自己动手 风一株石 国民党对咱们也围剿 中共呢 对这个日本 中共这时候处境非常尴尬 国民党对咱们也不友好 日本对咱们也不友好 但是有一点 好在没离婚 所以呢 我们实行了这些 为了渡过难关 我们自己发展 老毛在抗战的时候 也种菜 咱们军队呢 三五九里 王阵的部队 也去发展生产去了 没有办法 大家在这里 注意把这几个词 咱们上次讲过 讲过 好了 这次咱们上次讲过 今年呢 去年2018年实体的这块 刚刚考过多选 所以这块呢 咱们稍稍差一些 稍稍弱一些 这个咱们弱 不要 没有任何一 来咱们看一下 去年这套多选 2018年 多选28题 抗日根据地 一看到抗日根据地 这就是咱们家 要把它建成 是坚强阵地 我们重视它的措施有 来同学看看 能不能帮我判断出 一个是错的 这个A 我提醒大家 咱们还没讲呢 这个是错的 是解放战争争时期 咱们下一张内容 下一张内容 所以这个你判断不出来 我能理解 你再帮我判断出一个错的 我跟大家说过 一看到工农俩字 一看到工农俩字 一定记住是27年 1927年到1937年的事 国民党杀了我们 民主子弹阶级也走了 国民党代表大子弹阶级地主 也走了 剩下的就是劳动者 所以谁是错的 所以肯定 因为你抗日 这个时间已经告你了 37年到45年 所以肯定是错的 这个呢 我在微博上也给大家说过 到时候大家可以去看看 所以答案是 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对的 那么在这里呢 大家稍稍注意一下 这道题如果你做不对 是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一道综合性的事题 少数民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是1949年 咱们建国前规定的 1949年 建国前 咱们下一章也要讲到 所以它是个综合性的事题 这个呢 它把三个阶段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抗战争时期 和解放战争时期 融在一起考了 而它提干主要是考的抗战时期 那么这个是解放战争时期的 这个呢 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 所以这两个排除掉 我再说一遍 看到工农俩阵是三七年之前的事 这个是要求大家注意 工农俩阵咱们上节课讲过 你只要看到工农民主 工农民主政权 工农红军 工农苏维政权 只要看到前面挂工农俩阵 一定记住 二七年到三七年 可以了 这是咱们所说的这条事题 我们能判断出来 知道它怎么错了就行了 好 截屏 二这个都对了 咱们都是 抗战争时期 都是通过人民选举 而且选举的时候 咱把名额说了 这块 你比如说 你A这一堆 不是 这个 共产党员这一堆 只能在这个 然后大家选 你 这个 积极分子这块 也让你占三分之一名额 然后大家选 你不是指认的 可以 这个是对的 好 我们看下一页 大后方 大后方特指国统区 国统区 特指国统区 就比较安全 大后方嘛 主要是指重庆 西南那部分 还有西北 西北是沙漠 日本人不愿意去 还有这个西南 蜀道南 日本人打不过去 所以一般说 大后方指的就这样 抗日民主 这里我提醒大家 一看到民主 民主人的反义词 就是 专制 所以以后看到 民主在抗战时期 民主专制 咱们中国谁专制 那蒋介石 国民党 所以以后一看到民主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意思 好 首先大家注意一个单选 咱们考了三十年了 也没重复 谁在国民党参战会上 提出了这样的主张 林波曲 当年这道题考的是 答应要去选林波曲 但咱们同学啊 记忆内不太准 人当时给了一个林波曲 还给了一个曲秋白 曲秋白 咱同学就弄不准了 到底选 反正这俩都有曲子 他可能背光 曲秋白三五年就没了 你这是四四年啊 你要选曲秋白 你不选了个鬼吗 曲秋白不是咱们第二任 主负责人吗 对吧 你这是三五年就牺牲了 长城刚一出 陈独秀下台 曲秋白当了 负责人吗 当了十个月吗 我给大家讲过吗 你这时候 你再选曲秋白 把你得记准一点啊 你都牺牲了 你你你你还得那个选 好 这个单选的考的概率不是很大 因为到现在 接近三十年还没重复 下面大家看 文化界 把这句话记下来 文化界各抗敌协会相继成立 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建立的重要标志 单选 这个注意到单选 单选题 提干会这么出 抗战时期文化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重要标志是什么 就是他 可以了 文化界呢 提出的口号 这个注意一下多选 多选 都不是很重要 这里呢 大家注意一下 记住 一般咱们出的 一般咱们出的干扰项 一般都是用这个词 咱们没有这个 中国就没有这个 在当年 所以你记住 咱们一般都用这个作为干扰 可以了 所以文化界呢 提出什么样的口号 一般多选 一般它的干扰项都用的自由 你别人胡说 当年肯定是没有 好了 这个截屏 没有别的可记点 又卡了 那是你的网速问题啊 为了成为中流底柱 大家在教材上 我们回到教材 回到教材上 把那个678 678 把那个678的6789 那个标题圈上 6加7 6加7的标题 加8的标题 再加9的标题 是我们抗代时期党建的 党的建设 的措施 就是我们在抗战时期 加强党的建设 我们都有哪些措施 6789的标题 我们提出一个中国化命题 大家看那个教材 看教材啊 回到教材 6789 教材 6789的标题 马克思对中国化 系统产平了心理革命理论 开展了严严整风 那么开了一个中共 七党 这个要求大家注意 抗战时期党建 因为这种事 出的比较概率比较大 没有教材呢 咱们一个个讲 你就看看 6789咱马上就要讲 第一个 提出了马克思与中国化命题 一定基础是6789 右眼就折不开了 和尚 教材就是讲义 就咱们那个讲义 教材就是咱们讲义嘛 稍等一会儿啊 稍等一会儿再休息 大家把这几个词圈上 单选试题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 提出了这个命题 咱们考过一次了 考过一次了 但这是一个核心考点 要求大家小心 人试题会这么出 第一次明确提出 马克思与中国化命题的是谁 第一次明确提出 马克思与中国化的会议是哪个会议 六届六中全会 那么也可以这么出 38年9月到11月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 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式 那你就得选马克思与中国化 所以这三个词啊 它可以出现两个词 考第三个词 要求大家稍稍注意一下 就注意这么个单选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标题要记住 马克思与中国化 这个标题的提出 也要记住 可以了 第七个 心理革命理论系统阐明 大家现在注意这个 这个呢咱们考过了 2017年单选考过了 毛泽东思想 大家在这注意这么话 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 就是这个理论的形成 不是我网啊 我这网非常好啊 网卡不卡 你们看我的网卡不卡 我的网不卡 可以了 我这看出来了不卡 好 那么这个单选考完了 我们今年不要求记 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 就是这个理论的形成 提出 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记一下 哪三篇 哪三篇文章提出了这个理论 这个理论有三篇文章作为代表的 这个要求注意多选 这三篇文章 一个呢是中国共产党人发刊词 一个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 另一个是心理理论 心理理论 这三篇文章的写作 写出来以后就标志了这个理论的成熟 这个注意一下多选 注意一下这个多选 可以了 我们做一下这道题 这道题呢是属于实际性的 看到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标志 来同学告诉我这个答案还用解释吗 这个答案很明显是第二个 成熟一定是跟心理革命理论有关 你就找心理革命理论就行了 这个呢是标志的毛泽东思想 咱们后面毛中特里面可要讲 是它形成标志 是它形成的标志 自哪儿去了 形成的标志 这个呢是它成熟的标志 这个是它的完善的标志 接的完善 那这个就是纯粹的干扰项了 纯粹的干扰项 压根就没有这个 所以这道题答案是B 答案是B可以了 注意接屏 好我们把这个讲完了咱们再休息 讲完了再休息 严整风运动 我们从12年开始 大规模的稿是从12年一直搞到七大 45年 严整风 那么大家看严整风的毛泽东 一共有几篇文章 这个是这篇文章 整顿党的作风 反对党发股 严整风代表性做的就得三篇 可以了 这个简单了解 多选 简单了解 可考度不高 那么严整风的内容 这个对不起了 这个是核心考点 反复再重复 首先大家看 第一个反对主观主义 整顿学风 反对中派主义 整顿党风 反对党发股 整顿文风 三个反对 三个整顿 其中第一个是核心内容 是核心内容 所以后面讲的 都是主要讲两个问题 主观主义和学风 咱们后面就没讲 后面二和三了 主要讲第一个 圈一 那么大家看 反对主观主义是 严整风最主要的任务 这个明显是一个单选实体吧 好了 主观主义 就是我们 最根本的表现 就是左倾和右倾 这个大家能找到 左倾和右倾 就是主观主义的表现 主观主义的实质是什么 单选 这几个都是单选 反对主观主义是 最主要的任务 单选 主观主义的实质是什么 咱们要求是理论联维实际 两者结合 而它是理论脱离实际 所以在这里呢 很明显 理论脱离实际很明显 是两者分离 可以了 那么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 哪两个 第一个教条主义 第二个经验主义 你们哲学讲的叫唯理论和经验论 你们可能学过 那么这两个表现形式 就是咱们所说的 左倾和右倾 谁危害最大 单选实题 教条主义 是重点 那么来同学告诉我 严整峰最主要的任务是谁 单选 严整峰最主要的任务是谁 主观主义 严整峰的重点是谁 重点就是它的焦点 就是教条主义 为什么 整顿就是亡名 这个你可以 就可以打成亡名 就重点收拾它 这个是没有错误的 所以这一页呢 它反复在考 要求大家小心 要求大家小心 可以了 单选也好 多选好 严整峰的主要内容 圈一圈二圈三 可以把它作为多选 作为多选 我们来记 可以了 好了 这次为了成为中流底柱 我们干的第八件事 可以了 来我们做一下题 还没到题呢 反对主观主义 怎么学风 主观主义咱们讲完了 学风 来同学看看 学风 我们要注意多选 第一个 思想方法问题 第二个 对待马克思的态度问题 主要说网名了 你别老背 别把马列主义的东西 老来背 第三个 工作态度问题 就是理论和实践 你照到马克思的书 你怎么下去工作 所以在这里 来同学看看 思想方法问题 态度问题 工作态度问题 所以这指的是学风 它不是那个考研 学习的风气 这三个问题 好 那么这里呢 由于这个呢 咱们考过一次了 所以在这里不是很重要 不是很重要 考过一次了 那么下面大家看 这个要求大家小心 咱们没考过 主观主义这么讨厌 是言整风的重点 那我们怎么克服主观主义措施 这个主义多选 作为多选 以科学的态度 对待马克思主义 就是你不能老靠背 主要还是说网名 好一会儿咱们休息 把这个讲完呢 第二个呢 就坚持实质求是 第三个呢 搞调查研究 因为调查研究是把两者 结合在一起的 主观主义不是两者不结合嘛 所以搞调查研究 大家在这块打一个 写个字 搞 搞调查研究 加在前面就行了 咱们讲一当中 没有 好 克服主观主义措施多选 这个比较重要 好 其他的我们就不用看了 好 这也截屏 把这个讲完 他们休息 我知道你累了 好 我们来做一下这个题 2011年的多选28题 严整风 一看这是关键词了 严整风 主观主义表现形式 多选 多选 第一个是他教条主义 第二个是经验主义 这两个就不用我解释了 很明显干扰 像这是属于实际实体 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 这是知识点 这个没有必要解释了 那么大家看 2018年的12题 严整风的主要任务 严整风的重点是教条主义 主要任务是什么 这个多打了一个 多打个B 多打了个B 这个删掉 多打了个B 答案是D 这个都属于实际性实体 这个大家一定要回去实际 要求大家实际嘛 这个书上的观点 知识点 这个必须得实际了 哪些呢 这几个字 好了 这是这个试题 好 我们把这个讲完 咱们休息会儿啊 党建的最后一个任务 我们开了一个七大 严整风的结束点 就是七大 七大呢 首先看到以后 要求大家小心 七大毛泽东 一看到论联合政府 就代表七大 毛泽东在这上面 做的最重要的一个报告 就是他 论联合政府 那么他在这里啊 论联合政府当中 他总结了党的 三大优良作风 注意多选 这是一个核心靠点 咱们重复多次了 最近一次重复 也离现在超过五年以上了 咱们也得准备了 所以这个多选 三大优良作风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和人民群众紧密联合在一起 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 有时候这个批 他直接给你自我批评 也是对的 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个有时候解写为自我批评 这都是对的 这个注意一下多选 可以了 七大上呢 毛泽东思想被写入了党章 毛泽东思想提出 也是在七大 毛泽东思想提出 也是在七大 大家把这几个词稍稍注意一下 只要看到他的时候 应该他们是可以画等号的 你只要看到毛泽东思想 确立 我们作为确立知道思想 那一定是七大 你看到乐联合政府 一定是七大 可以了 好 咱们休息会儿 休息会儿 休息十分钟 今天稍稍长一点 大家这个上个厕所 昨天有人专门说 我休息时间短了 哎呀 什么事都都 这熊满呀 一会儿 我说一下 先闭了 我休息一下 他和我吠宾 所以明天 我跟你一辆 没什么事 那我尽不住 我 我昨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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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们注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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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 听明白 咱们 不一样 咱们 咱们都没有变化 感谢观看 咱们 咱们 这期间咱们就空前强大了嘛,你想咱那年代困难的一个程度 好,这也是这个题,可以的 截屏啊,这也截屏别忘了啊 好,咱们第六章就结束了 第七章写上时间,就讲了解放战争 第七章讲解放战争就是1945年8月 1949年10月,10月1日 就讲这点,为新中国人奋斗,新中国不就建国嘛 那仗打不赢你肯定,所以咱们下面讲的都是解放战争 可以了,就日本走了,对,那个同学说对了,两党离婚了 好,这是咱们所说的这个,这个没什么可解释的 为了争取和平民主,进行自卫战争 大家得后面打两个词 打两个,进行自卫战争 我们先看,一会儿再打,一会儿再打 抗战胜利后的国际形势 你国内国际局势就写两个字,和平 大家都在要求这两个字 因为这场战争,欧洲打了四年,中国打了八年 如果说算上前面的六年局部战争,中国打了十四年 所以打得很苦 所以全世界都在喊这两个字 大的国家,英法呢,英法这场仗 从世界第一第二被打没了 苏联和美国崛起 在战争中起的作用大 所以变成了两强 中国呢,全中国人也在喊这两个字,和平 也在喊这两个字,和平 所以这就是大的局势,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就记住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好 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大家写两个词,这回都要求大家写了 重庆谈判 为了和平,中国共产党 记住,是为了和平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努力 第二个词,大家写上 政治协商会议 这个呢,这两个 所以为了和平中国共产党进行哪两个斗争 这两个毕竟都是和谈 两党是在和谈当中进行的 为了和平,两党谈判嘛,简称叫和谈 所以中国共产党为了和平 这个政协呢,咱们俗称叫旧 叫旧政协 后面咱们还有个新的 49年还有个新的 也简称叫旧政协 好,这个呢,咱们注意一下多选 考过了 好,我们先看 四五年呢,日本刚一投降 蒋介石就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 为什么谈判呢,我给大家写一下 大家看下面 国民党 国民党当时啊,大家注意一下 总兵率呢是430万长辈均 人口呢是3亿多 3亿多 这个地盘呢是730万平方公里 大家看,那么下面大家看一下共产党 日本走了以后是什么,什么局面 军队呢是340万 347万 人口呢是1亿多 控制国土面积的是230万平方公里 好,来同学看看这个图 看看这个图你就明白了 他俩为什么要谈判 为什么要和谈 为什么要和谈 这个蒋介石的军队是这些 中共军队是这些 有课比性了 那么他人口是1亿多 他3万亿多 咱们那是1亿多 他的国土面积呢 700,咱们是230万 加在一起960万 对,那个同学说小弟弟长大了 妻子变大了 最要命他位置在什么呢 蒋介石我曾经跟大叔 他的部队在抗战中弄到哪去呢 西南和西北去了 西南和西北 那么日本人8年突然投降的时候 蒋介石犯个错误 老毛当年跟他说过 说8到10年日本要 中国要胜利 日本要投降 他不信 结果当日本突然投降的时候 他坏了 他军队回不来 你比如说第一个西南 回到那个大部队啊 上百万的部队要回到中原地区 那非常难,数到难 你靠步行肯定是不行的 日本人突然投降 日本人一投降 你军队没在 咱们中共的主要在的 核心区,河南,河南,山东,安徽,江西 这些地方 就中央地区都是咱们的 日本人一投降 咱们就接收地盘 接收武器 蒋介石干看着回不来 最要命的西北的部队 要回来一定经过中共的下去 那同学,毛泽东脑袋智商有问题吧 他会让他回来吗 所以老毛在去重庆团判之前明确告他 说蒋介石玩心眼的 我们能控制住铁路 一定控制住 控制不住的 把它扒掉 连地基都给铲平了 所以蒋介石原以为说 你上重庆来谈判 你动作缓一缓 你接收地盘缓一缓 接收武器缓一缓 但是老毛根本就没给他机会 所以老毛把这些都安排隶属了 你不是要求我去重庆谈判 我去 因为中共不去 他就会跟全国老百姓讲了 我想和谈 我想和平 他不来过往谈 责任是他 所以中共为了不背这个锅 那么老毛去了重庆 谈判 那么大家看 重庆谈判的原因注意多选 为什么要谈判 第一个 画这个词 和平 和平 第二个 国民党军队远在西南西北 回来需要时间 第三个 美术也要求中国和平 来同学告诉我 来同学告诉我 重庆 重庆谈判 它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和平 第三个和平 第二个 国民党军队需要回来 需要回来时间 所以 那个同学为什么不杀毛呢 等到讲课结束的时候 我给你讲讲 因为当时毛泽东他要求重庆谈判 老毛不去 邀请了三次 最后蒋介石就跟苏联和美国说了 我想和平 他不来 最后美国人和苏联认为老毛担心生命安全 最后美国和苏联以国家安全作为担保 担保老毛 所以他绝对不敢杀老毛 因为当时他怕美国怕苏联怕得不得了 苏军和美军的战斗力他是非常清楚的 好 注意一下这个就行了 蒋介石呢 从这里和谈 这个大家稍稍注意一下这个时间 和谈咱们是谈了十个月 四五年的八月 一直谈到四六年的六月 谈了十个月 谈了十个月 我在这跟大家讲啊 两党几乎势均力敌 中共出于烈士 但是也有可比性了 这十个月呢 双方跟全国讲我们在和谈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 两党却打了4300次战役 十个月和谈打了4300次战役 来同学你告诉我 他们是在和谈还是在打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就像两个人谈判似的 两个人脸上挂着微笑 桌面上手文明的放着 脚却在下面登了4300多次 你说你看嘛 好像是就像咱现在的电视剧也是和广告 你分不清楚他在放电视剧还播广告 尤其在那个现场呢 所以呢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在和谈 但这种情况下大家看这个 我们在这里记两个词 双方争论最大的事就是军事军权 军队 记一个词军队 又打错了 政权 最大的焦点就是军队 没有军队你放心 两党连谈的机会都没有 如果抗战支出咱是3万人 抗战结束老毛是个本分的生意人 还是3万 我敢保证没重庆谈判 抓到重庆去的 一定记住是军队是最核心的焦点 所以双方谈来谈去都是在谈军队 没有军队一切无从谈起 在中国记住啊 没有别的东西 一切都讲究实力的 包括咱们今天也是如此 可以了 所以老毛很聪明 游击战把部队从3万变成400 变成340是吧 那绝对是救了中国共产党 否则的话 以蒋介石的性格 早就把他们杀的干净 日本人一走 好 这一页截图 我都讲清楚了 截图 打到46年6月 谈了10个月 好了 咱们看这一页 重庆谈判 考过了 政治现场会议 这就是做的两个努力 大家看你会发现 他的时间都在46年之前 没打起来之前 一个是45年的8月 一个是46年的1月 那么重庆谈判考过了 政治现场会议 他们合在一起考过 但政治现场内容没考过 所以下面我介绍政治现场会议的内容 这个呢 咱们称为旧政协 因为在前面 旧 旧政协 你标上 46年1月10号 这还在和谈期间 和谈不谈到46年6月份吗 两党下达停战令 来同学告诉我 两党打没打 打了不打怎么能停战呢 美国是调停的 马歇尔调停的 那么政治现场会议召开 这里呢 这两个是后加上的 什么叫 原来开的是政治会议 后来张群认为政治会议太敏感了 就商量一下政权 谁说了算 你那么大庞大军的 我也有庞大军的 谁说了算 后来加了两个字 叫政治协商 简称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政协 政治协商 开会一共有五个人 来大家看 开会一共有五个人 国民党 中共 还有个民盟 这个呢 我给你写在上面 他简称叫民盟 这个同学还真的注意一下 咱们实体有时候 出现 简称叫民盟 我说一下 抗战胜利结束以后 抗战战后 咱们老说战后 战后就是抗战胜利 战后 从国共两党以外 中国出现了八个比较大的民主党派 最大的就是民主同盟 简称叫民盟 你们中学课本学的那个理工普们 一度被国民党军统特殊杀的 都是他的成员 都是他的成员 张兰 对对对对对 都是他的成员 这两个就不要记了 小都不得了 无党派人士就没有党派的 党外民主人士 青年党也是从这里分出来的 那么大家看 原来呢是蒋介石啊 原以为 原以为 这里呢我跟大家说啊 你就把他想象成你们班的班长 班长 他呢就相当于你们班的团支书 他呢就相当于你们班的文艺委员 他呢就相当于你们班的文艺委员 他呢要军队 零 要地盘 零 要群众 零 他除了点党员以外 啥也没有 所以这次开会啊 由于他俩比较小 青年党和民主党派非常少 这个党也比较小 所以实际上就是他们杀的抉择 来开会之前 大家看他什么也没有 所以他认为他是调停的 这个这个会开起来以后 双方做梦都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国民党啊 不管这个班长啊 不管的团支书 说任何东西 只要中共一开口 他坚决反对 后来把他们中共惹激眼了 你班长只要张口 我也坚决反对 双方各领域确认 最后出现什么情况呢 他那都不敢开口 最后演化成文语文一个人说 都不敢开口 最后呢 既然通过了文语园内 这个文语园做梦都想建立 自谈你的共和国 你也只有这种局面 就是这两大个 大家看那个图 这两大个势均力敌 这两大个势均力敌 这小个人当家 原以为我是调停的 由于他那谁都不敢打 所以就演化成了 他一个人来说 他们啥都是平行的位置 平等位置 对那个同学说的简陋 所以大家看这几个词 最后确立了 大家看这几个词 确立了 国会制内阁制省制制的政治度 把这句话画起来 旁边你找个地方写几个字 资产基地共和国 这个呢 是典型的资产基地共和国 我跟大家讲 国民党没执行过国会制 也没搞过内阁制 也没搞过省治制 典型的美国的 那个省治制不就是美国的邦吗 州吗 国会制内阁制 国民党也没搞过 中共也没搞过 典型的是他的 民盟的 希望建立 资产基地共和国 那么大家看 所以政治协的上述协议 及其他协议 圈一还不是心理性质的 把它不是圈上 心理性质 我跟大家说 咱们听过心理革命 后面咱们还讲一个心理社会 但这里叫心理性质 心理性质上面 大家写上中共 特指中共 就还不是中共的 就这个协议和其他协议 还不符合中共的要求 那么第二个大家看 符不符合国民党 来同学看这句话 符不符合国民党的政治要求 你看看这句话 来同学告诉我 符不符合国民党的政治要求 圈二 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独裁统治 蒋介石就像一儿说了算 专制独裁 他说冲破 也不符合 第三个 有利于和平建国 有利于人民 不符合 这是不符合 所以大家有利于和平建国 有利于人民 可以了 这个注意到多选事题 下面我出题 你来答 1946年注意 这个时间要出现 这道题要考一点 1946年1月10日 国共双方下台停战令 政治协商会议召开 参加的人有这么五个 通过的协议表明 括弧多选 A 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 告诉我 对还错 错呢写零 对呢写一 是新民主性质的 对 这个是错的 好 B 不符合国民党的政治要求 选不选 B 不符合国民党的政治要求 选不选 选的打1 不选的打0 不符合 你看这符合他吗 所以这个句话是对的 有利于冲破他 他想独裁 我冲破你独裁 所以 这句话是对的 第三个选项 有利于和平建国 有利于人民 这句话也对的 第四个选项 大家判断一下 符合民族资产阶级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要求 符合民族资产阶级 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要求 这句话是对的 我不知道讲 大家听不听明白这个 这个出题难度是很大的 主要要求大家把这三条 圈一圈二圈三一定的论很熟 二一个结合上面 我们得知道他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最后通过这个 所以大家看后面还有两句话 中国共产党决心履行这个协议 但讲究是不干的 因为他想独裁走半自民地 半封建社会老陆 而这里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资产阶级共和国 首先就是民主 他说不了 可以了 好把这一页截屏 那么这个呢 咱们考过一次了 但是在这里呢 它的内容 这块我们要小心多选 这块一定要小心多选 就是这个就证写的内容 多选 可以了把这一页截屏 截屏 好 赖同学看一下这个 抗战结束后 注意时间战后 中国共产党为了避免内战 采取的措施有 内战 蒋介石搞的资产阶级 咱们后面说 他那个中华民国是假的 他是挂着资产阶共和国里面 干的是专政的事 他不是真正的资产阶共和国 重庆谈判 这个是对的 这个参加政协 这是对的 这两个都是错的 这都打起来了 国统区开辟第二条战线 第一条战线指的是两党已经打起来了 那叫第一条战线 这个第二条战线 为了配合国民党 后面咱们要讲 所以这个是打起来以后的事 开展土地革命 土地改革 就是没收地主土地 那已经代表打起来了 没打起来你不敢没收地主土地 所以答案是13 这两个都是打起来以后的事 可以了 看看这个 1946年1月10号 政治协商会议召开 参加一共有五个方面的人 通过了这些 对政协的上述协议 它从另一个角度考的 中国共产党决行 因为它有利于 我们为什么履行 它没考它的内容 考的是它的意义 有利于改变国共两党 军事力量对比 来同学告诉我 这句话对吗 通过一个协议 就能把军事力量给变了 所以这个肯定是错的 这个就是个错误干扰项 因为它有一个突破 蒋介石独裁统治 这个是对的 刚才咱们的理由 推荐有利民主 这是对的 保障解放区 通过这个协议 能保障解放区的合法安全吗 那不现实啊 蒋介石说灭亡你就灭亡你 内战打起来蒋介石 立刻就喊出来 三个月灭亡中共 所以这个肯定是错的 答案是B和C 第一条明显是通过一个协议 就通过开这么个会 就能保证 改变你军事力量 能保证你合法安全 那是不现实的 可以了 咱们翻了啊 内战爆发打起来了 内战是从1946年6月份打起来的 一直到咱们建国 16年6月份内战爆发 蒋介石喊出 原来蒋介石喊了五个月 后来层层溜续他 喊出三个月灭亡中共 灭亡 中共 就消灭中共的意思吧 我跟大家说 这个三个月可别再提了 日本人喊的也是三个月灭亡 三个月灭亡中国 死得很凄惨 蒋介石后来听陈腾的话 原来他说五个月消灭中共 后来陈腾说不用 我们美国给我们武装了 五十个师 美式装备 美式装备比日制的武器还要强大 所以说三个月就够了 这个词咱们以后同学可别再用了 没有一个好结果的 那蒋介石如果不是后来北朝鲜做一下 朝鲜战争爆发 老毛能把蒋介石碾上天去 所以三个月对那个同学说对了 魔咒 别用了 你喊三个半月或四个月 别用这个词了 那么下面大家看 内战爆发 蒋介石说三个月灭亡中共 老毛怎么办 老毛喊出的是五个月 五年打赢这场战争 五年打赢这场战争 来同学 这个赢啊 我打成英了 五年赢 来同学 你们看看他俩谁离最后的目标远呢 他说三个月消灭中共 最后去了台湾 不是美国保台 我估计都已经上天堂了 老毛说五年赢 最后来同学帮我判断一下 四六年打到四九年 咱不到三年再赢了 你五年应该干成事 两年半干干干干干成了 是不是好事 所以老毛还是很厉害 那么蒋介石说三个月灭亡中共 中共怎么办 大家在这块注意到多选 注意到多选 把这一页和下一页 在讲运上咱们注意一下多选 这是第一个选项 以革命战争 我们是革命吗 蒋介石是反革命 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 老毛的话你三个月灭亡中共 你打我我也不客气 这句话说这个意思 好这个没有什么这个这个 可计的 这是第一个选项 一会儿我跟你们说 好 那么大家在这块一起打几个字 中共的策略方针 策略 中共的策略方针一共有三个 第一个就是刚才咱们上一页的 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 第二个在政治上 我们为了打击他 第二个在政治上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你只要看到民主肯定反对专制的 中国的专制就是蒋介石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第三个措施 那军事上 其中优势兵力 各个千名敌人 这个应对一道多选尸体 尸体体感会这么出 蒋介石发动内战 中共的应对措施是 中共的策略方针是 就这三条 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 政治上我们找更多的朋友 统一战线吧 找朋友 军事上我们其中优势兵力 各个千名敌人 再注意到多选 可以了 好 那么下面大家看 国民党打了一年 我解释一下 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战争时期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呢叫防御 他打咱们 咱们先防 防御 防御阶段 第二个阶段呢 咱们叫反攻 也叫进攻 第三个阶段呢叫决战 那么大家都知道 咱们前面讲过抗战争 抗战争咱们分为防御 还有一个相持两个阶段 那同学告诉我 解放战争去了哪个阶段 那同学看看解放战争去了哪个阶段 解放战争去了相持这个阶段 就像那个男同学 举的巴掌扑向那个弱小的女同学 那女同学第一个反应是往后仰一仰 这叫防御 回头一巴掌拍了回去 那叫反攻 然后一巴掌拍死了 叫决战 很明显国民党不经党 没有相持那个阶段 正常来讲 男同学扑向与同学 打过去 俩人扑在一起 这个在地上打滚的过程 那叫相持 所以就是说国民党 蒋介石一生啊 犯的最大的错误 你能不能打赢你不知道 如果他不动手 中共是绝对不敢动手 因为你中共代表人民 人民需要和平 打了这么多年仗了 你要先到所说明你就代表不是人民 如果他当年不动手 到咱们今天有可能都是国共两党 联合执政或叫轮流执政 所以蒋介石一生最大的错误 你能不能打赢你都不知道 你当个一把手 对吧 所以在这里 这是大家注意 那么大家看打了一年 防御就打了一年 46年6月到47年1月 这叫防御 那么他没打赢就改为重点进攻 重点进攻在哪两个地方 把他圈上多选 重点进攻在那两个地方 他为什么在这两个省份呢 我就提醒大家 陕北是抗战当中 咱们八路军所在地 山东是抗战当中咱们 新市军的所在地 所以这两个解放区最大 所以在这里呢 他选择这两个最大的解放区 重点进攻在哪儿 关键词是这个词 一个是山北 咱们政府中央八路军所在地 另一个呢 是新市军所在地 在山东 可以了 山东人在这儿 你注意一下 行了 我看看后面 后面这一页 这一页呢 这个咱们要注意分析题 我下节课讲 分析题多选 这是一个核心考点 分析题多选 咱们注意一下 下节课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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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咱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了 哎呀 有个同学说我得讲得快 有个同学讲得慢 我真是无法适从啊 嘿嘿 回去吧 有问题的问问题 没问题的咱们就回去 啊 我设置一下啊 解放战争肯定是那个啊 哎呦 又忘了 重庆 重庆谈判 他台湾就回来了呗 谈了43天 那个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 那个帝国主义啊指的是侵略者 侵略的国家 军国主义啊 主要是这个就是 军国主义是属于帝国主义当中的 你像德国也叫军国主义 那个日本也叫军国主义 就是全力都为战争去准备这样的国家 军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啊 排在前面的就是 他这个侵略意图非常明显的这种国家 军国主义属于帝国主义一个表现形式 我看看啊 完了又跳过去了 38页十一帝 我瞅一瞅 38页十一帝啊 这里最关键的一个词 38页十一帝找到讲义 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由于中共啊 长征刚到达西北 360年末接近37年了 抗战是37年爆发 所以咱在西北 那么在这里的单选事件 配合最好的一场战役 其他战役都不是配合的 主要是A 新口战役 新口属于太原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 其他那几个地方都比较长 长城抗战 咱们肯定不能跑到长城去 平津会战 那是解放战的时候的 那么那个台尔庄战役 那是徐州会战第五战区 中共你想国民党是全国的合法政府 尽管两党合作了 但是他不允许军队随便流动 那军队流动对他政权是构成威胁的 所以咱们抗战的时候就在西北参加的 可以了 15年8月到46年1月 那中间这段时间干什么 什么意思中间这段时间干什么 15年8月到46年1月 不是 那同学 15年8月一直到46年6月 这都叫十个月和谈 你那段时间也是在和谈期间 只不过他这两个和谈呢 一个重复谈判一个政治协议会议 这是比较大的两个和谈 其他也在和谈 各省也在和谈 你都有国民党都有共产党 他都在那谈呢 一直到16年6月 这段时间他都在谈 晚南事变呢是41年1月 41年1月 这个跟考试用处不大 我不太想跟你讲 因为这个1940年呢 8月到12月份 1940年的8月到12月份 咱们打了一个百团大战 这个是不该咱们发生的一个战役 你想你的部队能和日本人打五个月 8月份到12月份是五个月 你想国民党和日本能打五个月 得需要多少兵力 蒋介石呢 从27年九共九到37年 把咱们30万人弄成了3万 两党才合作 因为3万人对他400多万不够成威胁 再加上日本人这个门外这个蟒汉比较大 所以呢 对他不够成威胁 两党还亲密的合作 结果呢 咱们 37年到40年 这才过去三年 咱们自己宣布我没有40万大军 我问大家蒋介石能受得了吗 你30万我弄成3万用了10年 你这三年又变成40万 所以百团大战刚一结束 41年1月 12月末结束的 40年12月末结束百团大战 41年1月晚南事变 就是蒋介石他通知咱们新式军军部撤退 图中咱们新军军部是9000多人 他图中8万人伏击咱们 把咱们打得几乎全军覆灭 剩了1000多人 西式军几乎差点灭亡了 这就是晚南事变 在蒋介石告诉世界上 共产党造反 实际上是他通知咱们 合法通知咱们是撤退 所以你从这块撤出去 由于他看到中共壮大的太快 所以他搞了这么一个小动作 晚南事变 不折手段 就这么个意思 我看47页 先说42月28题 42月28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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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选下 在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机构领导人 通过人民选举 这个没错啊 各级领导人 你就是从咱们 咱们中共的上乘 你到下面的边区 解放区他都这么干的 这就没错 从县省乡 都这么干 这个没有错误 这个对的 你第一个肯定是错的 第一个是我们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区域自治一定是中共赢了 你才能提这个 所以49年的 第三个是工农 工农 工农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二七年到三七年 你多选题 这两个你都判断错了 那第二个 第四个肯定是对的 47 28题 我们看一眼 47 28题 28题C为啥对 蓝同学 打破国民党一党 一党独裁 是不是就是 刚才说的 不利于 有利于冲破蒋介石独裁统治 这个咱们书上有这句话 冲破的独裁统治 不就是打破的一党独裁吗 这个是对的 你问的是谁选项 推进民主政治的进步 这不就是有利于民主的意思吗 那第三个 那圈上不是有利于民主 有利于人民吗 那么民主政治和发展进步 不就是有利于民主的意思吗 这个是没错的 政治协商会那么长 能跟你讲完吗 你回去听一下回放吧 43页12题 43页12题 严正峰的主要任务 这是属于实际题啊 严正峰的主要内容 肯定是反对这个 主要任务 大家看一下 咱们书上都有啊 主要任务 这是一道单选事题 答案是D啊 主要任务咱们书上不有吗 你看看教材咱们不有吗 主要任务就是 严正峰的主要任务就是 反对主观主义是严正峰最主要的任务 这书上有啊 43页12题 你是不是想问那个错误的选项 反对祥乐主义 那不是咱们今天吗 那个年代哪有祥乐 这不是咱们习近平的观点吗 反对祥乐主义整顿作风 祥乐主义那肯定是咱们今天的 反对中派主义整顿党风 这也是他的内容 但他不是 这关键词不是最主要吗 那个C反对党八股 也是他的内容 但不是最主要 最主要 后面这三个 后面这三条都是他的内容 但是最主要的这三个当中 是最后一个 所以答案是D是对的 没事儿就可以回去了啊 45页29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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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应该抗战的主要原因 谈的是原因 A肯定是错的 中国的国力空前强大 那在抗战的时候 战争期间不可能发展生产 国力那不可能强大 所以这个肯定是错的 B中国共产党发挥了中流抵住的作用 这个是对的 抗战生的原因肯定有中国共产党的作用 C得到了国际反法师力量的同情和支持 这个也是对的 就是他就尽管起的作用不大 但他也有 最后一个 实现了空前的民族觉醒 民族团结 这个没错 两党在37年之间你死我活的 那长征不是一个在下面拼命跑 一个后面拼命抓吗 这马上快把这妻子掐死了 但是面临门外这个满汉 两党能由过去的死敌 突然变成了兄弟 联合抗战 尽管后来这个兄弟之间的矛盾多 但是两党 这两党没分家 所以这也是民族觉醒 民族团结 这个没有错 所以答案是第二个第三个和第四个 很多同学可能怀疑这个第三个书上没有 怀疑这个第三个没有 第三个有啊 咱们书上也有 国际反法师力的同情和支持 这个对点 没有错 所以答案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 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下 有理有理有结 有理有理有结是专门针对蒋介石这群人的 那专门推进蒋介石这个上层的 有理有理有结 就是他老搞这个摩擦 你比如说他派朱怀兵打来嘛 他派阎山打来嘛 这是两次反攻高潮嘛 咱们呢 出于抗战时期 咱们弱小 蒋介石强大 所以打咱们 咱们前两次都忍了 等到最后 咱们把所有根据地的部队 都明知他下一个进攻目标 是咱们下一个根据地 所以咱把几个根据地部 士兵都集合在一起 就等着他呢 你来我就好好的教训一次 果不其然 把他全抓住了 但是所以说是他进攻 咱们叫有理 有理就是他没没道理 有理呢就是你来了 我的士兵都集合在一起 我啊 你来一万人 我这几个根据地合在一起 十万人 我把你抓住了 连他的官太太咱们都给逮住了 那家眷都给抓住了 但是咱们还得有劫 你不能都给他杀掉 你一杀掉就破坏抗战 破坏合作 这个罪名咱们是担不起的 可以了 所以有理有理有劫 是针对国民党的大资产阶级的 可以了 就国共两党和谈 最大的焦点就是军队和政权 实际上这里还是军队 军队是最关键 你没军队 你没军队连政权都不要谈 可以了 四十七页 D 为什么 对 四十七页 四十七页 D 为什么对 我看一下 四十七页两道体 四十七页 四十七页两道体 2014年多选29题 A和C 四十七页 2014年 第二九题 A和C 你没什么对 它本身就是错的 2015年二十八题 因为它有利于 政治协商会 因此 A是错的 D也是错的 答案是第二个和第三个 四十七页 第一题的答案是一和三 第二题答案是二和三 就没 D肯定是错的 你听错了吗 四十五页的PPT 看一眼 PPT 在这看一眼 第七章的时间段 不是四五年到四九年吗 解放战争吗 四五年日本人走了 到新东国成立吗 新民族革命 是资产金融性质的革命 新民族性质特制中共 人民性质 新民族性质 都是特制中共 完了 又跟不上了 四十四页 四十四页 PPT 四十一二十 四十一二十八题 四十一二十八题答案是A和C 二十八题是A和C 第二个选项是抗战时期的主要认为方式 错在抗战争这个词上了 如果这道题啊 第二个选项改成 是抗战争 是抗战争相持阶段的主要作战方式 而不是次要作战方式 这句话是对的 如果加上一个相持阶段 这个题就对的 没加 所以第二个不选 第三个是大规模的 尤其在你全国范围内 它真是大规模的 它不是小规模的 最后是进攻战不是防御 错了 它既是进攻也是防御 防御更多一些 但是防御当中也有进攻 所以咱们成为积极防御 会战和抗战 我再说一遍 这个大家随常回去刷回放 就能看到 会战的规模非常大 是三七年全面抗战以后的事 就日本宣布三个月灭亡中国 全面清华战争以后的事 抗战的更多的是指的是 三七年之前 部队的零散的某个部队打起来了 你比如说像 咱们江桥抗战 齐齐哈尔的 长城抗战 洗风口抗战 这些都是三七年之前的 就这么计一下就可以了 会战的规模非常大 会战的规模包括几百次战役 又少了又多几十次 可以了 什么是反法西斯 法西斯就是独裁 专制 而且呢 对别的国家 容易进行侵略的 这叫法西斯 那么 你反法西斯就是 你不想他这么干嘛 就要反法西斯战争嘛 我看看啊 四十五页B选项 四十五页B选项 四十五页的B选项 国民党发挥了中流抵柱的作用 不是三七年中流抵柱 是国民党的嘛 你想想一共八年 全民族抗战是三七年到四五年 很多同学不理这个意思 国民党真正抵抗就抵抗了 真正抵抗就是全力抵抗 它就抵抗了一年零三个月 剩下六年多都是中共 所以只要看到中流抵柱 中共起了中流抵柱 这都是对的 四十七页 这个四十七页这个不对啊 好 走吧走吧 那同学还讲故事 讲不完 2010年多项二十八题B选项 哪一二二二零一零年多项二十八题 2010年多项二十八题 看一下啊 在四十一页多项二十八题 B选项 这里有啊 抗战时期的方针原则 有理有理有结 这是对的啊 又联合又都能是对的啊 就是第三个是错的 二十八题 第四个对的 你问的是B选项 为什么对 那方针原则当中有它啊 对国民党不是也统一在线内部的吗 他这不讲统一在线内部吗 我们要坚持哪些方针和原则 那国民党也是统一在线内部的 所以这个有理有理有结 这是对的啊 第二个选项 没有问题就回去吧 啊 我就结束了 下课了 我们要评传了 没问题 我们要评伦 吧